关于林明车条款 那么以前在担任公平会主委的立场跟经验 那么林明车条款应该要比照民法的一个 三百六十条的规定 那么在车商没有到处瑕疵的情况之下 应该球场的期间是雾年 这样的话才能够符合公平的原则 也能够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我认为这个是需要修法来解决的 那如果将来有机会到立场 我一定站在这个消费者的立场 然后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做这个修法的一个工作 柠檬车大概也是 柠檬车就是瑕疵车 瑕疵车 机车 包括机车也是 所以这他们小市民比较有关 有 我不可以说那些人不知道 这些人要关心 尤其那个机车 机车子太多了 所以这个影响也太大 机车子他们权利的这个是不能漠视的 所以一般的政治全部都没注意到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网路很多 但是怎么没人在关心 这个如果财团找手 如果财团摸摸手 我想就很容易立场就会改变了 现在很多的法案都是这样 因为财团介入 所以不要靠拢财团 然后